在新北市的巴黎有一家快炒店 超浮誇的海鮮痛風大拼盤 让它成为了网红名店 份量多到出菜时得靠两个大男人 才能搬得上桌 老板王胜奇原本是水泥工 并非餐饮科班出身的 刚开店时不知道诀窍 还偏偏遇到了最依赖的厨师出走了 让他一度快要撑不下去 他是如何靠着不服术的意志力逆转胜呢 一起来看看 来 再一次 重打50斤超浮誇的海鮮痛風大拼盤 一砖上桌 掌声 惊叹声不断 洪海壮观的摆盘 让在座的每位客人又惊又喜 舍不得先弄筷子 而是拿起手机 抢先拍照 吃到好 吃得很酸 它心里很新鲜 很新鲜 第一次看到这么丰盛 而且菜也蛮新鲜的 海鮮种类非常多 对 而且也蛮实在的 各式各样的海鮮都有 把海底世界里的虾兵蟹酱 全都聚集在这个华丽的旋转舞台 每一只声萌海味 都是伸展台上最佳男女主角 比扮揍还要高规格的海鲜拼盘 有肉质饱满的龙虾 蟹黄香甜浓郁的红群 和鲜美台牙的泰国虾 以及鲍鱼 淡菜 奶油杯等等 十多种海味分量给的豪麦 鲜度自然都在华下 没有看过 因为它整个所有的豪料 通通放在上面 龙虾 我觉得龙虾分量超多的 四只龙虾耶 真的很好吃 这一家很有特色的台湾味 你看 麦子跟油饭 这正宗的台湾味 红群 螃蟹 龙虾 对不对 它不是就是清蒸而已嘛 那还有那鲍鱼羹嘛 像一般扳桌的话 都是以食人份下去算 譬如说鲍鱼 它就会放10个之12个而已 那我们就是放到20个 真的有人吃一吃 回去真的痛风 有的人都说他们来吃 药都准备好了 痛风药啊 真的有个人还拿给我们看 所以他们一直来吃这一餐 痛风药都带出来了 让客人吃到痛风也甘愿 欲罢不能的销魂海鲜大拼盘 准备起来十分费工 他其实每天都要起个大早 亲自到逐围的渔市 采买熊虾海味 我们都是用当天用都是用火的 没有再用冷冻或是MG的 海鲜的话活的跟冷冻的吃起来 就差很多啦 鲜甜度真的差很多 一般我们喜欢吃通风药平盘的人 都是一些老饕客 喜欢吃海鲜的人 他们一吃就知道了 对 我们都是坚持都是用火的 当天活底这样子 大概都差不多四五万吧 因为这个活的本身就比较贵了 对啊 因为我们是活力多佳 就是让客人能够吃到最新鲜的 有客人进来我们才有钱赚 我们宁可赚少一点 不计较穷本多寡 只想给客人最好的纯粹信念 林林总总最高纪录 一天就买了上百斤的海铲 即使回到店里 就得像知情老的工风 马不停蹄的开始忙碌 鸣鱼 没关系我等会吹得好 对啊 对啊 螃蟹急着清洗 刚从鱼市场买回来的新鲜活鲍鱼 也得赶紧下锅穿烫 阿骑师要把快炒店的菜色 做成五星级的美味 每个小细节都不能马骨 凤凤餐就是摆盘 跟处理那些海鲜 比较费工 其实摆盘 你就是距离要把它抓好嘛 海鲜的东西才不会挤在一起 才会好看 那如果你都把它挤在一起的话 距离没有去抓好 海鲜的东西就不好看了 做了一手好菜的阿骑师 其实并不是餐饮喝班出生 年轻时的他 什么工作他都做过 当过水泥工 在铁工厂上过班 也在夜市卖过卤味 当初会开百元热炒店 是因为看见商机 以为做这一行会有钻头 但回首刚创业时 可是把老本都赔进去了 这家店当初 前前后后这样子花起来 本来我们自己预算是说 差不多三四十万 结果一用下去 资金不够 这间店是从开始这样子用 用到好这样子 要花了一百多万 对啊 跟我们想象中的差很多 他是想拼看看这样子 因为毕竟他是 因为我们刚开始十年前的热炒一百 是很夯的 他想试看看 我都是觉得说 我们真的很有很大的勇气 投资很多钱下去 然后刚什么都不会的时候 其实真的会害怕 夫妻俩刚开店时 无论做菜或做生意 都不知道诀窍 不会炒菜的他们 只好请师父来做 但这年头员工难请 在一次过年前 客人早已定期的尾牙 师父突然闹脾气不做了 让夫妻俩措手不及 他就在过年前 就是在办尾牙的时候 他突然坐一坐就 说他要请假就走掉 过年就是最忙的时候啊 那如果厨师不在的话 就真的是 我们也真的会觉得害怕 他其实他很担忧这样子 他怕他自己做不了 但好胜的阿骑师 不愿意轻易妥协 接下店里主厨的位置 发奋学习厨艺 只是这位餐饮界的新兵 竟然被人质疑 这做的菜能吃吗 被人家笑的时候 他真的是 他自己很难过 真的 他看不起他 然后我们自己慢慢做出 我们自己的东西来啊 他是为了 憎他那一口气 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 夫妻俩拼了 就这样多年媳妇熬成婆 苦熬了十年 颓势开始逆转 生命渐渐有了起色 去年推出痛风大拼盘 一炮而红 原本默默无名的热炒店 瞬间变成了网红名店 出现在新北市巴黎的料理 被网友称为痛风大拼盘 由这些大部分 都是由新鲜的海味组合而成 吃一吃就是有客人看到 破上网 破上网之后 就一下子就爆红了 真的会吓到那个电话真的 真的亮到不行 都到齐了吧 到齐了 到齐了就可以赶快开动了 我建议是从生一片先吃 因为生一片不能放太久 大伙赞叹的表情 力中满足是再多的金钱 也给不了的 阿骑师走过风风雨雨 如今他靠着独一无二的 痛风大拼盘 在竞争激烈的餐饮市场 闯出一片天 在基隆很出名的美食 就是大肠圈 而出身大肠圈老牌世家的吴君毅 他把这个味道带到新北市 Q弹又粒粒分明 还能尝得到糯米香 是许多陶客最爱 还有黑白切全猪拼盘 跟鸡猪高汤炖成的米粉汤 都是平价的好滋味 从小被同学戏称 是大肠圈王子的吴君毅 过去很讨厌这个名号 也从没想过要做餐饮 但一次人生的意外转折 让他跟妈妈齐心 守住家传的好味道 这里是乐华夜市 是忠永求劳最具代表性的夜市 那在这里呢 因为人潮非常的多 所以各式各样的美食 在这里百家生命 那就在夜市口这边 由家在七龙主堂了超过 50年的特色小吃 也在这里落脚 你好 你没坐喔 小店里人们大快朵仪 本将桌上必点的就是这一盘 看起来很樸实的大肠圈 吃进嘴里软Q又嚼劲 还带点粒粒分明的口感 简单的红葱酥香 沾点酱料吃 更是刷嘴 而这基隆出名的吉古拉 花瑜将用大火炭烤后的滋味 入口香气就满意舌尖 大肠圈他们的招牌 它比较不会含膚的感觉 就是很勾 因为它蛮 它咬起来 是有一点韧性 然后QQ的 他们的那个外圈 比较不一样 蛮喜欢很Q 我在外面比较少吃到 一样的口味 对 算是蛮特别的 把架放基隆味 带来了华夜市的就是他 吴君毅 出身基隆知名的大肠圈世家 现在把这滋味 在台北做出名号 但儿时的他可从没想过 会做起这门手艺 小时候小朋友很幼稚 看到你 知道你家在做大肠圈 然后又有点名气 就是说 你是大肠圈王子啊 然后就觉得 你觉得 你身上是不是很油啊 然后就这样会跟你开玩笑 小时候一定会觉得很讨厌 曾经排斥着工作 现在他做得比谁都认真 每天一早 跟吴妈妈在厨房备料 要好吃 秘訣就是要新鲜现做 第一步就是用快木桶蒸糯米 為什麼一定要用快木桶 比较有那个木桶的香味啊 木香味 不然就可以用鐵的啊 要出这个种子喔 像气讓它比较均匀的透气 这样比较快 它上面气透得比较均匀 蒸上米还没完 抓紧时间蹲在水龙头前 仔细清洗包覆外层的长衣 我们是用真的猪大肠啊 真的是猪 真的猪大肠 不像别人用那个食用长衣 还是小肠 这个是真的大肠 所以它才叫大肠捲 用盐巴反复淹过再洗 把水分逼出来 增加大肠的韧性 就连猪油 红葱头 都要坚持自己手工现炸 所有食材都不假他人之手 蒸好的米重量高达上百斤 母子两合力一起搬 接下来的重头戏 就是淋上有胡椒 五香粉 筋勾虾的酱汁 跟糯米均匀搅拌 这样子推 然后过来 推往前 从旁边插推 对 然后一直抖下来 你们在我的正前方拍 我的脚不能开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炒起来 会特别热的原因 因为你脚出力气 你做事情脚不能开 那个力气就是 脚度就差很多 对 做事情反而就是 他的脚不太重 做得真的好做 说起话来 熊熙哉的吴妈妈 拿着超大锅铲 母子两默契十足的转锅翻角 抢着时间赶紧拌 因为要趁热包好素洗 即使温度高达六七十度 也要忍着烫手赶紧包 都要抢快 抢快就 温度它都还没有降温 我们是用猪油嘛 你冷掉它猪油会 变成沙巴 你热的时候猪油有浪滑度 它会一直滑下去 真的蛮烫的 而且常常就灌进去 如果说就进去就好了 可是它还要帮它按 你要去抓出这个 大概的松茧度 那出来的领袋会最好 因为大小小都不一样 它机器它 它是自制化的大小 我没有唱以后 使之想要尝这个 可是就是没办法 对啊 其实灌出来的味道 就是没有办法抢这个味道 坚持纯手工 就是好吃的一点绝 母子两现在默契百分百 动作行御流水 但个性很像的母子俩 当年刚开始一起工作 那也是摩擦不断 拜托一开始 我们每天吵架 吵到我曾经在做生意的时候 然后到此放下 然后去外面晃一晃再回来 所以真去外面冷静一下 想一想 早知道不跟你来 家人没有隔夜愁 吵完了还是照样齐心合作 用稻草取代绳子来绑 是家传的古法 煮起来会带有淡淡的稻草香 大肠圈至少要煮上一小时 才能达到最好的口感 这就是摊头上人气最高的美味 不少人还会搭上一碗 熊滚滚的米粉汤 包括说基本上猪大骨 那我们自己还有在增加成本 去再加一些鸡架骨 然后去炖这个高汤 所以说汤它会看起来 会有一点点金黄色的 那个就是鸡油的部分 那我们在做这个东西 其实鸡跟猪去混合 它的味道它的风味 就会出来了 鸡猪高汤每天要熬上 四到五个小时 汤口会呈现微微的乳白色 喝起来更加浓郁却不应口 撒上些油葱跟植菜提味 更显滋味其香 他们在这间店开始 我们就一直有来 我喜欢就是他们本身食材好 这样子 就是不会是那种 米芯没有透 因为米粉本身也是米嘛 米芯是有透的 我差不多十五岁 十五岁到现在三十岁 然后就是对啊 就是从基隆跟到这边来了 然后从在基隆读高中的时候 就开始吃到现在 老客人一吃就是十几年 但说起基隆的大厂圈世家 会到台北来开店 其实也是个意外的机缘 当年吴君益的朋友想要卖吃的 他就决定无偿把家里的名号 借给对方开 没想到才短短一周 朋友就因为不适应 直接走人不坐了 吴君益只好自己跳出来扛 他这是一个历史永久的一个品牌 从我阿祖阿公到我爸我妈 到现在到我身上 其实对我来讲 自己的面子可以丢 可是家族的面子不能丢 就为了争一口气 吴君益开始做起两份工 白天一样上班当业务 其他时间就全都花在摊子上 还赶紧从基隆 把妈妈请来当救兵 甚至就连公司同事都挽起衣袖 穿着西装套装 就到店里来帮忙 那时候老板他就有看到说 我很多事情 其实没有办法去顾全到 他就带着我们公司的员工 就是还在上班时间 他们就来帮忙我 帮我把所有的事情搞定 到我上手他们才走 所以我其实很非常感谢这一群人 对家人 对同事说不出的感谢 吴君益把这些化为力量 咬牙撑着 做着两份工 他也不敢喊累 早上九点要上班嘛 就是早上来班 九点前要上班 九点前我先把所有的货都进好 然後放到摊位 然後晚上下班六点以后再去摊位 現場销售 然後收工 然後再回基隆 就每天就这样轮回 一天都睡不到五个小时 對啊 好几次就是累到 都快出车祸了 也没办法 還是把他撑下来了 当时还不到三十岁的他 把这一切辛苦往肚里吞 但最了解他的吴妈妈 却懂得儿子的压力 他的个性就是 只会报喜不报悠 他心情不好 你也看不出来他不好 他也不会讲 他也是就是装着笑容 但你看得出来吗 会感觉得出来 会感觉得出来 他是我的儿子 怎么可能感觉不出来 他很能吃苦 他很刻苦耐劳 我那时候小学的时候 大概每天下课都会 因为我还有去补食嘛 然后大概等妈妈 在摊位等妈妈等到九点 然后就说妈妈每天就是 看打扬声什么东西 他就会切给我吃 从小吃猪肺长大的 猪肺大肠头猪皮 硬管软管猪心嘴边肉 追盘全猪大餐 许多基隆人早餐 就會来一份 每种烹煮的时间都不同 煮得恰到好处 鲜味跟软嫩的口感 才能完美呈现 我一定会点嘴边肉 还蛮好吃 它不会有那个腥腥的味道 因为有些它会有一个 豬肉的那个味道 很便宜耶 加来几百块 是一直超高的 而且汤可以喝到薄 对啊 很划算 还不错 客人沾不绝口的好评 是母子俩多年打平下来的成绩 在一日日的努力下 彼此的情感也更加深刻 其实当然要最谢谢我的妈妈 因为她从而到而这样挺我 一天 真的是一天 有时候要做到十小时以上 或者说 甚至是说 她把所有的记忆 都传承在我身上 然后用心 有心出心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她真的非常辛苦 曾经西装革履的吴君毅 做起了从没想过的家传生意 当年被同学嘲笑的大长圈王子 在不知不觉中蜕变成熟 我没有想说要当大长圈王子 现在想说要当大长圈国王 我觉得刀法咻咻咻的也蛮帅的 就是基本上 不会有太大的不同 因为我还是可以穿西装 我还是有很多西装可以穿 只是不同的场合吧 从王子变国王 从记忆隆到台北 不知一而时记忆中不变的味道 至今还在滩头上持续飘香 说到越南菜 就会想到河粉春卷等小吃 在新北市金山海边 有一间道地的越南餐厅 从小吃到宴客桌菜它通通有 有些菜很罕见 在外面是吃不到的 像是用糯米包裹着烤鸡 再下锅油炸的鸡麋鹿 还有海陆大集合的黄煎饼 就像煮吧的蛋脚一样 来自越南的盖雪珍 从小家离开餐馆 嫁来台湾之后 也梦想开一间餐厅 把台湾人没有尝过的 越南美食端上桌 但一开始困难穷穷 一起来看看她怎么样实现梦想 从小就跟妈妈 不是看河粉或是排骨饭 那些就是普通的 所以我的梦想就是想在台湾 开一些特色一点的菜 位在金山外环道路上 有一间全台唯一的越南桌菜料理 其中有许多菜 是你在别的地方都吃不到的 比我想象中的越南菜还特别 不一样感觉 一定要吃吃看 满道地的 对 我们吃起来就感觉好像说有回到家乡的感觉 在我手上这一颗黄沉沉的像是恐龙蛋的美食 几乎比我脸都还要大了 这在一般院士餐厅可是吃不到的呢 你知道这是什么美食吗 雪珍 那是什么美食啊 我们的这道菜就是我们店里的特色的一道菜 叫做鸡麋鹿 鸡麋鹿 为什么叫鸡麋鹿啊 里面藏了一只鸡 哇 在这一颗里面竟然藏了一只鸡啊 好神奇喔 眼前这道越南私房菜 光听名字鸡麋鹿就让人感到新奇 原来它是越南喜宴半桌的桌菜 也是老饕来这用餐一定会点的美食 来了 来了 鸡麋鹿来了 我们的招牌的 店里的招牌的鸡麋鹿 明明说是鸡肉 怎么左看右看都不像 一刀剪开 香味扑鼻而来 原来金黄色的是酥脆的锅巴 打开来之后 里头真的藏了一整只鸡 轻轻一拉就骨肉分离 锅巴也能剪成一块块 放上生菜 鸡肉 蘸酱之后一起下肚 滋味相当的丰富 这个锅巴你们可以先蘸这个 试它的原味看看 它还有一种试法就这样 每生菜像汉堡 米汉堡 然后你们敢吃洋葱 可以放洋葱 然后抓一块肉 我觉得很好吃很香 然后外皮是很酥的 就是外酥内软 我第一次吃的真的 鸡米露 对对对 第一次吃的 因为那么好吃 它的外皮很脆 因为嫩嫩的 那鸡很香 真的很好吃 这一道外面很罕见的越南料理 是店内的限量美食 因为做法相当费工 也非常考验师傅的功力 鸡米露的部分就是我们有鸡的标准 就是三斤的鸡 腌的鸡有蒜泥 然后五种香味 鱼露 鹽巴 选用金山的放山土鸡 抹上香料腌漬 还要帮它按摩入味 等到三小时之后再送进烤箱 等待的同时 盖雪真还要赶紧忙着制作 鸡米露的外皮 这个漆漆就是很特别 从越南带回来台湾的 就是要把这个果肉里面 椰子肉里面挖出来 它比较方便又很快 因为这个不会做的话 也很危险 它会弄到熟 每天新鲜现馍的椰果肉 浇上温热水 用一定的比例调制出椰奶 加上越南的香囊叶一起蒸煮 可以增加糯米的香气 这是妈妈的私房菜 也是盖雪真思念的味道 这个动作小时候 我也是常常把我妈用的 小时候会怕 小时候跟妈妈一起做事的 然后这个就会帮妈妈 挖这个椰果肉 就小时候十几岁 就会用这个了 现在做也会想到 妈妈怀念以前的 跟我妈一起工作的 二十五三十年前 她也是做这个 就是人家结婚 然后盯那个做婚礼的 那个做菜 妈妈就有用这道菜 对 妈妈说我才十几岁而已 来自越南的盖雪真 会想起小时候 因为家里是开餐厅 童年时光几乎就是在厨房和餐桌度过 很香 香郎的味道很香 这样蒸好了吗 还没 还有一些还没 还没熟 要搬一下这样 让它平均了 或许从小受到妈妈的影响 盖雪真对做吃的很有兴趣 原本计划在越南开餐厅 但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 在那边然后也有男朋友 然后就两个人分手 分手之后 真的我就很想要离开这个地方 就是越南 当时因为失恋 伤心欲绝的盖雪真 急着想逃离越南 于是不管家里的反对 独自嫁到台湾 前夫因为吸毒被关 盖雪真要独自抚养小孩 又必须负担家计 蜡烛两头烧相当的辛苦 五年前妈妈来台湾玩 妈妈看到我在外面工作很辛苦 又没时间照顾小孩 然后妈妈就跟我讲说 找一个店 来开 那时候我就听妈妈的话 然后妈妈也是给我一个鼓励 妈妈给我一个好的影响 然后我就勇敢 就住来开店 于是盖雪真只要有空 就开着车 到处寻找适合的店面 从基隆 然后寻找找店面 一直找啊 一直找 也看过很多地方 都不满意 不喜欢 然后就有一天 他开始经过金山 这里 然后看到这家店 然后他贴一个挺浪的 那我就停下来 我就跟我妈说 这家店妈妈你觉得怎么样 妈妈说可以 然后我就打电话 十二桌 好 来 鸡米露 给我一个炸排骨干斑米先 它锁了 锁了 它这样就是锁了 它已经上色啊 然后那个皮好碰起来 就表示它是熟的 烤好的鸡肉 用蒸煮好的糯米来包覆 这个动作需要相当的技巧 就好像就是台湾 早上店有包饭环那个嘛 就是鸭 可是这个鸭啊 一斤多块两斤的糯米喔 但是妈妈在越南那是这样的 对 他们啊 二十几年我妈做啊 就是用这样的包 别看这小步骤看起来简单 压到平整的糯米饭 放上烤鸡 位置都要精算 然后切掉多余的糯米 就得拉紧 才能做出平整的表面 后来妈妈就帮我研究这台的 这在台湾订人家订做的 这样的话 一天包一百只也不会累 如果手工的话 包一百只可能员工会呱呱叫了 糯米包覆整只烤鸡 还要下锅油炸 等到变成金黄色就可以起锅 外表就像一个巨无霸大饭团 经过油炸的糯米锅巴 外脆内香 吸附了整只烤鸡的香气精华 鸡肉鲜嫩多汁不干柴 别的地方几乎都吃不到 但是因为餐厅位在金山郊区 所以开店出奇 生意并不好 刚开始的客人很少 也很多客人也是经过这条路 可是他们也不知道 到底是这家店卖什么 然后好不好吃 有两个夫妻住北投 来我们店吃 然后他吃完之后 他说好好的做 然后做得住 留下来这边 让我们可以进来你们电视用餐 那时候我也是很想要放弃 我的心里里面 我的感觉说我要再努力 或许是那份不服输的精神 该学生生性只要坚持做出特色 美味不怕向子生 想行慢慢的一定会做出成绩 当时我开这家餐厅 我的朋友 旁边的人 就看不上 因为他们觉得我做不及来的 他们这样想 我就一直鼓励自己 我一定要成功 于是喜欢挑战的他 不断地研发改良 像店里这一道巨无霸黄煎饼 也是人气招牌 我还没出生就有这道菜了 真的喔 好久了 很久了 就是以前 那个那个 我们那时候还没和平 岳战还没和平 就有这道菜 我们黄煎饼的皮就是 自来米粉 然后水 然后盐奶 它有这个粉下去 那这道菜和那个皮 会很香 会有一点那个姜黄的味道 盖学生说 当初学黄煎饼也是花了一段时间 因为只要比例不对 煎的时候皮就会破 很容易失败 薑黄的面糊沿着锅边往下倒 撒上豆芽 洋葱 还有猪肉 虾子 高丽菜 葱花等 得要一边煎一边旋转 火候才会均匀 用薑黄粉去煎的皮 外酥内Q 吃起来很有特殊的风味 非常清爽不油腻 然后很香很酥脆 非常好吃 黄煎饼也是做得非常大 料也很多 里面包的料也很多 然后外面脆脆的 然后包一点生菜吃 不会腻 还有鲜肉春卷也是盖学生 跟妈妈学的拿手菜 越南的传红的春卷皮 然后里面它有瓜籍 木耳 黑木耳 然后松粉 然后红了火丝 我阿公很喜欢吃 我妈就做这个包这个 来给我阿公吃 她现在阿公都不在了 所以有时候包这个也会想 这道菜阿公很喜欢吃 我很喜欢它的那个架春卷 就是外面一般就是包的形状不一样 然后口感也不一样 我觉得它咬起来 那个绅士很多 走过人生低潮 盖雪珍完成自己的梦想 传承妈妈的手艺 希望让家乡味在台湾飘香 位在新北市瑞芳的 八斗子车站附近 有一家隐藏版海味 小店就开在铁轨旁 外观很不起眼 但游客路过时 总会忍不住多看一眼 因为店里头卖的是 小卷米饭 海鲜面 还有各式炸海鲜等平价料理 其中五次白带鱼卷最特别 口感外酥内嫩的 是内行人才知道的好料喔 老板林茵来自大陆福建 当年为爱嫁来台湾以后 就此落地生根 带您一起来看她的故事 海浪拍打着岸边礁石 冷冷的天夹着绵绵细雨 但未在新北市瑞芳区 冰海公路上的这家小店 人气却是强强盾 一份白带鱼 一份小卷 客人现在很多啊 比较忙 有 还好有老公小孩在帮忙一下 不然我一个人会忙着过来 小小店面作物虚席 特别的是 就在八斗子车站 铁道自行车的铁柜旁 外头像是一般住家 有着可爱的彩繪墙面 里头竟是老饕 常常抱到的地方 我觉得物超所知 我点的是白带鱼米粉 我觉得它的口感很新鲜 很鲜 它也没有加什么之外 吃起来 米粉吃起来QQ的 我们第一次是路过来吃的 后面就是一直会想要来吃的 因为我们比较里面嘛 比较里面的话 有的人不知道啊 然后都是客人 一个带一个来 然后一吃就 就屌了 台湾说就是台语就屌了 老板林个性有点海叙 但端粗的美味 比起一般店家size 就是还要大碗 不怕客人吃 就怕客人吃不饱 在海边住了二十几年 肤子里的热情海派 全都反映在了料理上 来自附近的他 讲话还带点口音 但这每一道亲自做的小吃 都有着道地的东北较海味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靠海的啊 那个货源比较好補啊 像我们白带鱼卷自己做 从朝忙自己做 那都很新鲜的鱼 照好的白带鱼卷不仅无刺 还美如一朵花 大人小孩都适合 可以安心大口吃 这颗得称赞 一早就贴心处理的老板 这个鱼肉留下 这个都是骨头啦 对 然后这边这个 这边是肚子的部分有刺 要把它去刺掉 鱼肉取下来之后 然后我们趁新鲜这样子 要冷冻 冷冻 对 要冷冻 要不然你这样子下去全部散掉 它冻了之后 它的肉会黏在一起 先冻过才能炸 林茜茜处理每一个步骤 也因为过程很繁复 老公林德明有空就会来帮忙 这个有新鲜的 随便煮都好吃 我们本来是用外面的 现在我们觉得自己剪 外面的那个鲜度 你没有办好空腹 我们这个剪多少卖多少 有个客人来吃吃完他 他说还要带 要带生的回去自己吃一吃 我们炸都不够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卖 因为用起来被工耗食 让夫妻朗决定只限量贩售 火上地瓜粉就像一个保护膜 让现点现炸的白带鱼卷不干柴 口感外足内嫩 让林德明自豪地说 这是别的地方吃不到的鲜度 配上胡椒粉或柠檬汁 很是对味 口感很好 很嫩 很新鲜 很新鲜 真的 我还没有吃过这种的 每次我煮的是弄一节一节嘛 有吃 每次那个肉又很细 很嫩就对 那是手工菜 小店虽不起眼总能留得住客人 这也多亏曾在餐厅工作多年的林依 除了自身烙鱼美味吸引人外 店面也让人有种怀就味 这个房子以前是婆婆的啊 婆婆跟公公在这边挖了一块 是以前的宿舍 后来欢休的 铁轨脚踏车 从我们这边经过 然后游客越来越多了 就想说 利用这个婆婆留下的房子 做个小生意看看 东北角海域捕获的小卷 占了全台七成的产量 在林依的巧手下 除了一般常见的清烫外 就是知道小卷米粉最能掳获人心 外面 我在这附近吃的小卷米粉 都是小吃的 那它是大吃的 然后把它切开来的 差别在这儿 然后它的很天然 就是它的汤头里面 没有添加什么东西 就是很清淡 很天然的味道 很樸实 小卷米粉可以吃 好 谢谢 它的汤头里 除了有芋头 青菜等丰富配料 米粉也很特别 外面的煮的小卷米粉 都是因为细的米粉 细的米粉 细的 这种呢 这种真粗 它这个适合煮汤 食材米粉 西部饱满汤汁 新鲜小卷Q彈脆口 汤头也是美味关键 早餐去买的 它都是当天处理的旗鱼 我们高汤成本很高的 我们大骨每天都用很多 大骨是什么 大骨 鱼骨啊 鱼骨啊 还有一些不能加 选在八斗子海边开店 林医料理海鲜 总有自己的一套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到鱼市场 把最新鲜的食材载回来 现在是清晨五六点 她提回了三大袋的运货 准备营业 食材新鲜程度自然不在话下 我有买到的 也真的很嫩 这个很新鲜 这个很好吃的 我们都是用这种的 野生那个一般有什么味道 養的话它会有土味啊 野生粥比较鲜 对 不是说 一年世纪都抓得到了 有时候抓不到了 鰻鱼外皮咕噜咕噜 切开处理时 林医总得特别小心粘住 最后切成块 再加入蒜头 姜等醬料腌漬 但最特别的是这一味 紅椒这个我自己做的 红椒喔 对 我们福州呢 做的红椒酒啊 这道红椒蛮 是林医记忆中的家乡味 外表新红 糟香四溢 本是福州式的传统名菜 在海的这端 却承载了林医的思想之情 921那一年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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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年了 那也很久了喔 对啊 我儿子都那么大 就是说一个人来这边 就会想家啊 想父母啊 对 会有这样子啊 二十多年前跟老公 林得冰箱玉为爱嫁来台湾 当年的少女 如今已成为人母 为了养家糊口 曾在餐厅工作过 后来选择塞着创业 对老公来说 也有一份特殊的意义 马一旺面呢 街府家用马一旺面 在这边 这个 也是自己的老家 从小在这边长大 对啊 他做的当然要支持啊 这么爱老婆喔 他想做的一定要支持啊 他也是很辛苦啊 我们 真的 我对他好一点 应该对谁好一点 夫妻好感情不言而喻 但开店初期 辛苦的不只是要找货源 生意也不是很稳定 一大早起来准备材料 然后刚开始 因为地点不是很好 客人很少 我们一半做一半餐 就是熬了高餐都爆掉了 对啊 因为要新鲜嘛 不能换太多了 靠着一个仙子 渐渐走出口碑 他坚持不添加过多调味料 食材当天现买现做 才能品尝道地的大海滋味 那那个汤头很好喝 吃起来就甘甜 原本也很好吃啊 很新鲜 我没来过只是上次吃 我们今天是专程好吃 客人除了好吃 又再度光临 其中让人意有味境的 还有这碗海鲜面 蛤蜊 蔬菜 蝦子 蕉卷 满满的料让整碗滋味鲜美极了 来到这最大的享受 莫过于吃得到新鲜海鲜 有时还有老板腥料的美味 但是今天这个我们战国怎么样 有没有想到 没有 没有 因为跟他的潮汐有关心 我从小在这边生活 靠山出山 靠海出海 小鞜二年级 差不多十岁左右 自己赚自己的零钱 因为那个 那时候家里环境不是很好 一斤卖又 几块钱啊 几块钱 就有生活味了 互相的海岸有着童年的记忆 或许就是爱上这样的自然 让夫妻甘愿回到老家打拼 小店樸实乌滑 便宜近人的点餐 出餐方式 都让客人觉得就像在家一样 有点怀旧的感觉 我们真是路过看到 我说这家没吃过 我们进来看看 白带鱼汤 它是原原味的白带鱼去炸的 炸得酥酥的 它没有加什么 像人家有加盐巴什么的 它都没有 它就去盐味去炸的 而且它是当天的 对 很新鲜 很好吃 我来差不多七八次了 想说想吃就过来啦 桌上餐点飘出的阵阵热气 在毛毛细雨中暖心又暖胃 看客人大快朵鱼的模样 让林茵有种幸福感 有的客人说我没有很饿耶 你那个面那么大碗 我说你没有很饿 那你两个人吃一碗 我不要你点很多 然后甚至多 然后客人就会把它吃光光 好开心 你们没有汤了 要加汤吗 不用 汤头可以吗 可以喔 人家说万事开头难吗 就坚持 你可能你东西好的话 可能会回来 用真诚直播的鲜味 填满客人的味 巴豆子海边 隐藏翻小店料理 有零因素气量的巧思 简单的道地小吃令人回味无穷 端午节家家户户都会吃粽子应景 在新北市深坑 这里有一家百年的肉粽店 从清朝的轩筒三年就开始做了 经典的北部粽跟南部粽 都能够吃到非常大块的乳肉 还有香菇 澎湃的特制粽 吃得到柯干 干贝 还有鲍鱼等好料 每年端午节前后 都是人潮满满满 简直可以说是一纵难求 古色古香的深坑老街 每到假日总是人潮满满 而在这边有一间百年老店 在端午节前后 总是生意特别的忙 这么一说你应该就可以猜到 没错 这就是一家肉粽店 就是他们的肉粽也很有名 它历史很悠久 端午节的时候生意非常地好 端午买不到 又排好多的 端午买不到 最抢先来怪 对 在深坑老街 一卖就是百年 从清朝轩筒三年开始做 最早的口味是道地的北部粽 简单的卤肉 香菇跟花生 传统的卤汁香气融入米饭中 最重要的是 饭粒Q彈不软烂的嚼劲 在嘴里越咬越香 如果喜欢层次丰富的 还能加颗咸蛋黄 吃起来更香更够味 它这个是古早味的 然后它的做法就是那种 传统的做法这样 跟现代的口感不太一样 有妈妈的味道 真的喔 真的 会很怀念 我们小时候从小就一直 都是来他们家吃 他们家的粽子 我喜欢吃他们家的粽子 它的粽子的那个粽米很Q 特别的香 热腾腾的粽子 是每天一大早 李芬姐带着一群婆婆妈妈 七手八脚的赶着包 要留住古早味 从里头的内馅开始 就不能马虎 大块大块的肉浸到锅里 在高温中爆出闪闪的油光 不同于一般粽子 通常只把猪肉汆烫后滷制 李芬姐却坚持要拿着 这超大锅铲 一次又一次的手工翻炒 直接滷不好吃 要新炒 好 要新炒 要加一点爆香 爆香我要新炒一炒 炒一炒再加 鹽巴 醬油 加气氛这样子 简单调味 锁住肉汁的甜 闷过的滷肉表面油亮 一块块Q弹软嫩 这边还没忙完 另一头也不能咸着 木桶蒸起来会比较香 像古代米 新米比较黏 旧米会比较Q 比较有弹性 长糯米进了木桶 在开始蒸之前 要用长筷子戳动 让蒸汽能均匀透出 米饭才会熟得恰到好处 节日前后 一天最多要蒸700斤 蒸好了拌上豬油红葱酥 加上炖肉的老卤汁一起搅拌 金银白米染上酱色 在热气中溢出正正咸干的香 这诱人食欲的糯米饭 就是立芬姐一颗颗肉粽里的灵魂 百年不变的古早味 是从阿嬷手中传下来的 我的阿嬷她 她那时候还没有包这么多 有时候请人家吃 人家说好吃好吃包出来卖 阿嬷就包出来卖 当年立芬姐想学着功夫 无奈阿嬷包纵的动作实在太快 想学都学不到 立芬姐灵机一动 就捡起店外客人吃完的粽叶 那个壳子都在地上我就捡起来 跟那个壳子还有一个模型在 我就来做那个模型在包包包 练几次就会了 不能学不到阿嬷的功夫 那这个小的就是包肉长用的 一颗放一朵就對了 有两三朵 两三朵 一朵 一朵那个香味不够 香气四溢的南部纵米粒煮得绵软 但在口中慢慢咬 却能尝出Q彈甘甜 包着一大块香菇一起吃 口感层次更丰富 很香 它那个很香很够味 它那个料很多 它里面的料太多了 CP值很高 因为它煮得够软烂 然后你就可以吃出它里面 它的肉 对 它的肉也是都炖得很烂 然后花生也是很香这样子 沾不绝口的好评 让立芬姐天天像颗陀螺一樣 忙得停不下来 贴心的女儿从国中开始 就跟在媽媽身邊一起做 好 吃肉湯三碗 好 麻椒麵兩碗 大概國中 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我媽媽就開始了 叫招拔長的 然後我看他就忙不過來 我不大會做 但是這個時候跟著學 有沒有 是啊 稍微做就對了 對…就打雜啦 他家旅員沒有辦法出去玩 那時候人家畢業裡 人家要去三天幾天 我說很忙耶 不用去 看他這樣子 人家同學都會去 都會去玩那時候 因為我沒有給他去 我看他沒有去 我也會心酸 藏在眼眶的淚水 是多年來母女互相疼惜的心情 小小的店面 就這樣一路傳到第四代 王玉玲也帶盡新思維 研發更多創新的口味 像這紫米粽 口感上更豐富 糯米跟紫米的比例恰到好處 更多了獨特的香氣跟嚼勁 特製重更是超澎湃 小小一顆就有八種餡料 基本的滷肉 香菇等配料 還多了干貝 干腸 鮑魚跟傳統的鵝瓜 因為我小時候住老街 然後現在就算搬到稍微遠一點的地方 可是還是想來吃 就很懷念 很傳統的味道 走過一世紀 傳承阿嬤的傳統手藝 不只包進古早味 更包進了一家子的感情 要讓百年肉粽持續飄香 在新北市中和有一家包子店 老邊外皮扎實Q彈 還有四種口味都是招牌 而有包子詩人之稱的 湖北老闆娘王洪玲 每天清晨四點就起床做包子 招牌肉包鮮嫩多汁 而高麗菜包則是選用的高山高麗菜 清脆又可口 而獨家的辣豆干包 更是用自己炒的豆瓣餡料 滋味香濃殆盡 王洪玲的包子人生 走來一路曲折 兩歲就被父母送給別人當養女 而嫁來台灣後 先生中風 自己也離哀 而曾經是才華洋溢的老師 是如何把包子寫成詩呢 我把詩放進包子裡 包子就有了靈魂 我把包子寫進詩裡 詩就有了氣息 你首先要讓自己活著 活著必須有快樂的心情 五個玄菜跟五個高麗菜嘛 那你送一個要什麼 你要什麼 兩個肉包一個玄菜 那肉包剛剛又有一個20顆的 那邊剛剛好有40幾顆 客人們等著一籠籠出爐的包子 鮮肉 雪菜 高麗菜 辣豆干 每種口味都是招牌 這熱氣騰騰美味的製造者 就是老闆王洪玲 我沒有擀皮 你沒有發現 所以我的摺數不會那麼明顯 對 你就是整個面團 對 我如果要擀皮 我一個人沒辦法包那麼多 我最忙的時候我一個人 一個上午到中午12點左右 我最忙我可以包到2000顆 你的餡料要飽滿 它塞得滿滿滿的 對 但是你也不能說皮太厚 我的個是皮太厚不好吃 可是手工的東西呢 你也讓它 它沒辦法呈現像機器那樣子 厚度完全均勻 它一定是有的部位厚一點 有的部位會薄一點 對 它就不好包 總是在現場包著包子 王洪玲和麵團的感情 庶言無一日 每天清晨四 五點就開始 打麵 發麵 連餡料都堅持要自己炒 新鮮啊 這是我一直要求的 她曾經問我 她說 現在菜那麼貴 她也知道這樣完全沒賺錢 問我可不可以用進口的 我說不行 用本地高深的高麗菜 做內餡 王洪玲炒料和切菜 是分開進行在混合 一路走來 她的信念 就是自己敢吃的東西 才會賣給客人 這是香菇 我把它調理機打碎的 它慢慢 看到沒有 水氣乾它慢慢就會上來了 也是讓它慢慢的 那個水氣 水氣乾炒 口出來的味道 它才會在油裡面才會香 冷油爆香的香菇和素火腿 是菜包裡主要的餡料 小火慢炒之後 再和高麗菜葉拌在一起 清脆的高麗菜幾乎是甜的 炒料口感層次豐富 一口滿滿餡 料多實在 西皮質超高 你覺得你包子都賣13塊 就是太便宜了嗎 太便宜了嗎 很費工嘛 好的只看大小 他或者說只看裡面的東西 他不知道我們為什麼味道香 每個口味的包子都賣13元 王洪玲開店到現在 也才漲了一塊錢 用黑毛豬做成的肉包 Q彈有勁 多汁鮮美 學菜包是他最愛吃的口味 分享給大家 而另一個經典則是辣豆干包 二十斤豆干能量 所以我這個油不多 你看到沒有 這是蟬豆 對 蟬豆的豆瓣醬 還要炒香 可能要把這個紅油的香味炒出來 所有的這一配方是我自創的 跟誰寫 因為這個辣豆干包只有我有啊 辣椒 對 這個就是它的香料香味的來源 都在這個辣味的來源 都在裡面 我這個裡面有了十幾種辛香料 有聞到香味了吧 顏色也出來了 看到沒有 然後豆干就拿去整個拌 如果豆干的話 你是在鍋裡拌的 裡面看起來是炒 其實要就是拌 你不能再加熱炒 加熱炒 豆干會老掉 小火慢慢炒入味 這做包子料 都像是在做一道秋樓菜 一般包子店的餡料都使用拌的 王洪玲說因為他特愛香味 食材要炒過才會香 所以即使只是調味 對他來說也是包子的靈魂 豆干包是比較不好包的 它比較鬆散 因為它量很多種 比較很鬆散 像今天包子有點趕快沒了 就會趕就想著包包的 有時候在想著 會想書啊 詩啊 有時候想想要寫幾句詩啊 幾句詩啊這樣子 這包子詩人一點都不是說假的 王洪玲老家在湖北 嫁來台灣之前 他是位老師 多才多藝 曾經紙筆的手 如今雖然變成包包子的手 仍然難掩他的文采 一首包子詩就貼在店門口 對於故鄉的一切 他也從沒忘懷 掐麵糰呢也是叫我們北方人 叫季子 我爸很愛吃麵食 按道理像我們家湖北人 算中部 那我們一般是以稻米為主 可是我爸他特別愛吃麵食 做麵疙瘩啊 擀麵條啊 爸爸愛麵食 王洪玲卻沒有遺傳到這個偏好 小時候的他幾乎不愛吃麵糰食品 出生在文革年代 鄉下生活不富裕 但王洪玲總被父母捧在手心 栽培成為全村第一個 讀到大專的女生 但其實他口中的父母是養父母 因為王洪玲在兩歲時 就被生父母送給別人當養女 註定了他一輩子戲劇化的原生 我剛剛一畢業我母親就生病 那我母親是養母 家裡養母的話 他那個時候您養我的話 等於我就是老大 我有時候很多年之後 才生了一個妹妹跟我差十八歲 所以那個時候 等於是家裡的單子 我又單起來了 他就整個覺得 他的頭皮很癢 就不能碰啊 就覺得血一直在用...這樣子 然後就變到最後 變得一兩年 大家都不相信他有變 他覺得他已經精神有問題了 都也認為他 所有的人都認為他要走了 養母得了怪病 養父是礦工基本工資有限 為了負擔龐大的醫藥費 王洪玲不得不參加教師招聘 到廣東就職 我那個時候可以扣掉其他的一個月 我可以領到一千塊 我都寄回來 我自己我記得 永遠記得我在廣東買那個鹹魚啊 這麼長 這麼長那個鹹魚 一天吃兩條 就一頓蒸一條那個鹹魚 就配飯就這樣子 熬了好幾年 養母的病情終於有起色 慢慢穩定下來 但王洪玲與生父母之間的和解 又是一段情情的掙扎 會又恨你的生父母嗎 不會耶 以前會有點... 恨我父親 我不會恨我母親 因為我母親很可憐 因為我媽媽 生母親走的時候 我是坐在她床邊 看著她斷氣的 她是說跟我這樣說 她三十八歲離婚 我不一定怨愛我母親 她沒有能力啊 而且以前的女人在鄉下 她做不了主 從小到大我有一個陰影 就是說很怕人家問我 你的養父母哪一個好 是生你的父母對你好 還是養你的對你好 複雜的親情像一張大網 網住了王洪玲 從兩歲開始的喜怒哀樂 一路為家計辛勞之後 到了海南島工作 因緣機會下遇到了此生的伴侶 對方是派遣到大陸的台幹 對王洪玲一見情心 於是王洪玲也開始了 她的人生下半場 我就是因為跟我母親治病啊 這樣我都彈戈了 其實我那時候年齡也差不多 快三十歲了 都還沒有結婚 在那個時候 已經是常常被人家念的年紀了 因為我的公司茶葉公司 隔壁就是一個婚姻介紹座 結果認識我先生了 嫁來台灣之後 夫妻倆生了一個兒子 本來以為熬出頭的人生 卻變數不斷 先生的公司在對岸撤廠時 婚姻也回到台灣 婆婆又在此時生病 養家的重擔又再度落到了 王洪玲的肩上 妳隨著孩子長大呀 妳很多都要花錢了 所以我就不斷地工作 我最早的第一分工作 就是在一個鞋店打工 我沒有想到的時候 我會蹲下去跟人家穿鞋子 賣鞋子 她說我什麼都做了 那個時候 從人人稱獻的老師 到必須彎下腰桿賺錢 生活的落差 讓王洪玲百感交集 老公失業後意志消沈 王洪玲只能不停工作 神兼數職 直到在自駕附近的包子店打工 才讓她的人生有了轉機 那後來就是機緣巧合就是 我那附近就開一個包子店 我就去應徵 這個是老麵 對 看到沒有 清新很強 我們按照順序 基本上再放一個禮拜再多 我不會讓她放太久 其實在我們家鄉的話 加這個 花成水加 可是大陸氣候冷 發這個時間要很久 台灣的氣候就還好 打好的麵糰光滑富有彈性 還要發上數小時之後 再拿到前台去包 王洪玲堅持包子要當天現做 才會好吃 把飽滿的內餡和帶勁的外皮 融合為一 經過六分鐘的蒸氣浴之後 包子就可以出爐了 我們最高真的十七龍耶 最高 但是後面的就分兩次蒸了 太高有時候 像我們這個手臂抬不起來了 很累 其實肉包等一下你要吃一下 剛蒸起來的 會有那個湯汁 肉包是第一名 高麗菜第二名吧 應該是這樣子 這樣包到這個包子會不會有感情嗎 一定啊 他是我的一食父母耶 包子在這邊它有幾顆 那這只有九顆 差一顆 那補兩個熱的 一邊手工包包子 一邊和我們訪談 王洪玲還要隨時注意客人的頂餐狀況 當初為了生計的包子店 一開就是七年 中間歷經了婆婆去世 先生中風 自己也在前兩年得到了癌症 索性是及時治療 休息了一陣子 店面從新店搬到中和 他給了自己重新出發的期許 身體狀況就是 按照時間去準時去回診 我不會把太多的薪資放在身體上 就是覺得 因為你一直想著自己是一個病人的話 你就真的就是一個病人了 生老病死在我的時候 我一定看太多了 我的奶奶 我的外婆 我都看著他們走 所以我 終於一天人到自己去 就習慣了 從被送養的那一刻開始 就註定了王洪玲曲曲折折的人生 精采得有如一首激昂的詩 他把人生滋味包進包子裡 每一口嚐到的都是故事 大家一定都聽過福隆便當 滷肉 豆干 滷蛋 酸菜 雞卷 菜脯還有香腸 滿滿的八樣菜 鋪在粒粒分明的池上米 這經典的口味 來自創始人吳王悅之的家常菜 他從民國46年開始就賣小吃了 在學歲還沒有通車的那個年代 讓很多東北角的釣客 在清晨時分 能夠吃到一個熱騰騰的便當 也漸漸地打出名號 累積超過一夾子的歲月 卻曾經差點收攤 吃什麼機緣 讓福隆便當流傳下來呢 來看看創辦人她的故事 來這邊帥哥美女要便當嗎 一個65塊滿滿幫菜 好好吃喔 來 謝謝你 福隆這個位在新北共僚的小鄉鎮 有特色的鐵道之美吸引如可助流 而更多的是為了福隆便當而來 滾著一鍋滷肉 朝上義式菜脯蝦 豆干 高麗菜 酸菜 香腸 雞捲 還有滷蛋 經典八樣菜加上熱騰騰的池上米 這一家便當店已經飄香三代 熟悉的味道從來沒有變過 真正老店 第一個衛生 第二個它的菜色配得很恰當 真好吃 它的肉 你覺得它的肉是什麼 軟硬適中 謝謝 不黏牙 好吃 酸菜配菜 菜脯 好吃 那肉 它雖然是瘦肉 可是不會覺得很柴 讚 我很滿意 而且它非常便宜 所以現在又要送了 都自己送了 對... 親力親為 忙進忙出的就是第三代老闆 簡洪翔 掛滿出租單車的房子深處 挑出便當香氣 煮菜 煮飯 包便當 就是這一家人的日常 所以這個味道你也是從小吃到大嗎 我真的是吃到怕 在我出生的時候 我們常常在這邊長大 就是已經是 那時候便當已經是完全定型了 我們家的便當的話 固定位置就是說 雞蛋已經在我們的下角 然後高麗菜 然後再放蒜菜 蒜在香腸跟雞卷之間 然後再放上一塊豆干 跟我們的菜脯 反正夾起來的話 它已經是滿滿 其實現在的物價其實長得很兇 可是我覺得這樣接手 我覺得不想要把那個 一開始的原則跟那個精神 你去變動的好 專程第一代的精神 簡宏祥對這個從小看到大 也吃到大的福隆便當 情感特別的深 傳統家庭是男主外女主內 簡宏祥接手負責外場 媽媽 國宿珠和太太 張晴宇則正守在廚房裡 我媳婦啊 媳婦她接手是不是 對... 她做得怎麼樣 做啊 滿認真 她剛開始一定會有一些東西啊 因為她也從來沒有煮過東西啊 所以她也花了整整三個月的時間 每一天早上都要很早啦 差不多到七點就要到了 加入糖 鹽 醬油 還有中藥乳包 使媽媽傳給五素豬 她再傳給媳婦的家傳蜜方 一大鍋的三層滷肉 每天準時飄香 大火滾出的陣陣煙霧 幾乎要把鏡頭給吞沒 散開之後 看到的是滷肉的肥嫩 聞到的是無知的香甜 就是我們堅持都會用台灣豬 現在還不是產品 我們等一下還要再用小鍋 把它滷到它的肉更透亮 非常非常好吃 從去年 差不多9月10月的時候 就一直泡在廚房到現在 對啊 它是有興趣嗎 沒有 為什麼... 為了沙灘啦 賣芙蓉便當好像十八般舞 一樣樣都要會 張晴妤加過來時 連菜都不會煮 到現在每一個步驟都駕驚就熟 而這些熟練也是苦練出來的 她在學的時候超累 就是什麼東西都要做筆記啊 所以媽媽都不太需要戴手套 為什麼要戴手套 就是因為她怕我燙到 所以妳就幾幾歲啊 二六 妳現在二六 對 對 因為太早結婚了啦 客人都很捧場 但是不錯 我媽就是主打那種親切吧 各客人很好 很隨和耶 媽 媽 你該招手 她早上都會起來坐在那邊 看著我們做事 滿頭花白 滿臉笑容的 就是芙蓉便當第一代阿嬤 五王月之 辛苦賣便當 讓高齡83歲的她被野驼了 身體也退化 有些失智 但每天有空時啊 她還是會坐在這裡 看著女兒 孫子 孫媳婦做便當 畢竟在她那個年代 賣便當是全年無休 風雨無阻 有阿嬤是十一點才去睡覺 晚上三點半就起床 阿嬤五點半就開始賣便當 她的手她是做到這樣子 這三隻已經 她之前就是這樣壓豬肉 你看這樣子切豬肉 對 她這個 這個都拿不起來 她切肉 然後切到 有一次是昏倒 鄰居來跟我講 她昏倒 趕快叫救護車 要說吳王月之心用生命 在賣便當 真的是一點也不為過 在學歲還沒有通知的年代 這裡通常有一些過路課和吊課 民國四十六年 她開始做小吃店 買米粉 飯和麵 這也是福隆便當的前身 即使福隆便當之後 因為是吊課 他們要求說 因為我媽以前是賣麵啊 米粉 他們吃不飽 沒有來創一個便當這樣 因為我們是在福隆賣便當嘛 其實就是變客的 幫你付的 福隆便當 來福隆吃便當就變福隆便當 所以變成是這樣子 雖然甜苦辣都有 我從害怕 不願意 變成我需要他 然後我覺得我愛他 我變成說有一個感情存在 怕雕刻吃不到便當 無素豬和媽媽每天從清晨做到深夜 漸漸達出知名度 也因為便當店離月台很近 那時興起到火車上賣火車便當 就叫賣啊 便當啊 就領一個懶人這樣 對啊 鐵路局統一招標後 無素豬就不再到月台賣便當 而福隆便當的熱潮興起 他和媽媽決定在民國八十年 改只賣便當一種 這一船就是三代 各種滋味淨在歲月裡 福隆這個地方更多的是 這裡的大自然 海洋 玉玉廚樂觀打拼的一家人 成就了福隆便當的經典故事 在新北觀音山隱藏著一間百年老宅的土雞城 招牌的放山百斬雞提凍肉厚 肉質非常鮮嫩 自創的宮堡臭大腸裡面 吃得到皮蛋 臭豆腐還有大腸 口感奇妙 越嚼越香 還有拔絲地瓜芋頭 甜而不膩 鬆軟可口 這餐廳啊 一到假日可是座無虛席 老闆楊海圖和太太 原本都有穩定的工作 卻不顧眾人反對 回到家鄉打拼 他們是如何能夠做出 祕境中的美味呢 一起來看看 因為以前說真的 這個旅遊景點沒那麼多啦 所以你在北部 其實這邊 觀音山算是一個很重要的旅遊的點 所以就是來這邊爬山啊 拜拜啊 吃土雞啊 吃土醇 煮雞 剁雞 油亮鮮嫩的放山擺掌雞 是這家餐廳 每日熱賣的招牌菜色 坐落於觀音山的百年老宅 環境清幽 料理美味 不分平日假日 都有許多客人前來搞關 非常好 氣氛很好 環境很好 菜色更好 油度剛好 然後又很嫩 就比較新鮮的感覺 沒有像冷凍過的那種味道 風景很美麗 這東西非常好吃 你是哪邊人 瑞士 家人聚會 甚至外國朋友第一次來 也都愛上這裡 陽亭包廂 蓮花水池 一磚一瓦古樸中帶著自然 全是老闆楊海圖一手打造的 而後山之前有養雞 現在則是他的秘密菜園 川七 川七喔 對 最自然的川七 那都看 川七啊 川七它是藤類啊 它就這樣 你看 你看 其實山上到處都有 這種川七最自然 因為在那邊擲油這樣 所以我們這來炒得最好 如果缺川七我們就來後面 拜拜 滿山野生川七是最好的野菜 陽海圖一起小時候 就是在這老房子周圍 跑前跑後自給自足 回來開餐廳三十年 人念念不忘這自家廚房 炒出來的味道 大火洗禮的川七 瞬間逼出清甜 再使勁翻炒翠綠 上桌之後 特殊滑順的口感 完全是來自大地的滋味 這裡的菜色 多半總能將料理路線 賣一道翻的土雞 是陽海圖掛保證的美味 這個是放山的土雞 防土雞 你們大概都會選什麼大的 我們這個一隻 都差不多四斤半 你土雞要好吃 那個放養的時間要夠 像我們這個放養 都差不多有十五週 假日要賣出五十隻的土雞 水滾之後先燜煮 煮的時間要算得剛剛好 才能顯出皮透亮 肉結實 所以不是大概煮多久啊 大概四十五分 一般的鹽巴就可以嗎 對 就是吃它的原味 吃雞肉的原味 鹽巴它可以其他那個甜味上來 其實它雞很簡單 它就是煮起來之後 然後這次就抹鹽巴 然後放涼 就這樣 你也很愛是不是 我很愛啊 沒賣完 我們都自己逗回去吃啊 皮凍豐厚 雞肉超幼嫩 淡淡的鹽味完全吃到肉質的 新鮮與Q彈 豐富的蛋白質和膠質 顛覆了我們對雞肉的想像 每到用餐時間 老屋裡就飄出飯菜箱 也充滿著陽海圖小時候的記憶 這個 1898年 這個 我這個老宅 其實很特別 一般我們做的 比如說這個叫做 那我們這個叫土牆 從這裡出生 陽海圖從沒想到會變成餐廳 念書的時候念的是機械科 畢業後學以知用的 從事模板機具的工作 會有開餐廳的念頭 完全是因為地緣之固 民國八十年間 那時候前後 外山太興盛了 那時候很盛行什麼大家樂 很多都來山上的廟啊 求名牌啊 名牌 對啊 求完名牌就吃飯啊 這邊的餐廳都開到三四點了 聲音很好啊 所以我們也被那個熱潮所吸引 想說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來 順著這個潮流來開一家店 可以泡茶 可以吃飯啊 原來 原來我夢想的那個 那個很休閒的地方 就在我的家裡 毅然決然和太太辭去了工作 開始打造夢想中的庭園 但是起初並不被看好 我記得我是四月辭職 然後我老婆五月辭職 我都還記憶很清楚 他們老闆娘啊就跟他說 那個做餐廳喔 是那個沒有讀書人在做的啊 你為什麼要去開餐廳啊 其實說真的 我朋友都有在勸我 那時候看到就是 就是這間房子而已啊 地處山坡地 大型基劇也進不來 洋海圖就這樣用小廚頭 慢慢的挖 慢慢的蓋 除了硬體之外 還要再兼顧餐廳的料理 以前我們那時候是全家總動員 爸爸媽媽 姐姐 嫂子 我老婆全部都一起來 然後我就負責要去買菜 我到菜市場我搞不清楚 什麼是蔥啊 什麼是蒜啊 真的搞不清楚 其實你看我做了三十年 我幾乎是 我就是每年這樣子的緩步成長 起初做生意也並非一炮而紅 平日沒客人的時候 洋海圖就在蓋他的庭園涼亭 有空的時候在研究菜單 許多經典菜色都是慢慢吃出來的 像有些餐廳他就做公飽皮蛋 然後也有人做公飽大腸 所以就把三樣東西加在一起 結果意外這個菜 就變成我們的招牌菜 集結了皮蛋 大腸和臭豆腐 這先炸 再炒的做法 嗆辣代盡 這深深裡才吃得到的美味 成了另類的招牌菜 這主要當然是臭豆腐 外面沒有吃過嗎 沒有沒有 這外面都沒有吃到 酥脆 但是不油膩 然後呢 味道非常的足 巴斯地瓜就是最好的結尾 裡面滑潤 外皮酥脆 非常的好 一定會再來的 這個地瓜跟芋頭 現炸的地瓜芋頭 再把麥芽和糖或雲炒熱加入 另一道備受好評的甜點 巴斯地瓜就完成了 外皮是甜脆不膩 裡面口感綿密扎實 甜甜鹹鹹 滋味特別難忘 飽餐之後 還可以在老屋庭園前打陀螺 這是楊凱途兒時生活的記憶 如今也成了讓客人體驗的活動 有點樣子 這個一定要吹鞍 一年只丟一次喔 真的這麼棒 真的好棒 真的好棒 我好久沒有失敗 真的嗎 保留舊友的谷外 楊凱途努力把餐廳做出特色 而觀音山在地的綠竹筍品質優良 她也把竹筍入菜 熬煮後的竹筍雞湯清甜可口 筍子是嫩又脆 楊凱途期望從餐廳去延伸 讓更多人了解觀音山的美 九十三年我們就辦 我們五股最大的一個竹筍節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我們就啟動整個很多的那種活動 不然以前 一般人家說 你住哪裡 楊明山 好的人 你家住哪裡 觀音山 觀音山 我們說在那裡 其實發現觀音山有太多資源耶 這座觀音山最高的地方 叫陰漢嶺 陰漢嶺 全台灣最漂亮的夜景 然後你看我們的寺廟 寺廟以前是日據時代是 四大門派耶 離餐廳不行 三到五分鐘的距離 就是有名的陵雲寺 是新北五股去歷史最悠久的寺廟 楊凱途小時候 就常在寺廟空地玩耍 如今也會對客人做古蹟的簡單導覽 1736年 280幾年了 清朝 乾隆 乾隆 乾隆四年 就有了 對… 其實這個也算是觀音山 一個很獨特的景觀 那這個 這個我們在地 我們叫 觀音山它是有三四的火山爆發 那這個叫 碎血岩 時間久了它會風化 那邊就崩落這樣 寧靜的寺廟 遠眺去觀音山 和特殊地理環境造就的景觀 這塊土地的美好 依舊 當年的毛頭小子 如今變成了 回鄉打拼事業的中年人 這情感是更加濃厚 它既是我的故鄉 又是我的事業所在 所以對我來講 這個我已經無法言喻了 我一定會好好守護 守護它 守護家園 守護著記憶中熟悉的味道 一草一木 一轉一瓦 在自己打造的天地裡 追以似水年華 百年老宅裡 農家菜的故事 值得用心聆聽 在新北的金瓜石 樸實自然的綠色山塵當中 就蘊藏著迷人的浪漫人文風情 但自從金礦亭采之後 就慢慢沒落了 也成為年輕人口 不斷外移的偏鄉 於是從小生長在這裡的無前鎮 就在二十六年前返鄉 蓋了第一間民宿 希望讓故鄉的好山好水 讓更多的人來看見 這邊風景很漂亮喔 你看 這個山你知道嗎 什麼山 大渡美人山 大渡美人山 你看一下 三面環山 一面向海的金瓜石 是一座古樸的山城 遙望遠方 海天一線 這裡看似鄉下 卻又離城市不遠 是一個年輕人口 不斷外移的偏鄉 大哥早安 早 今天天氣好好 而且這邊視野超讚的耶 對 剛好下過雨放晴 然後就看整個大渡美人山 然後可以看到陰陽海 石山裡 座永秀麗的美景 也是金瓜石礦山 來到這個村落 不分昼夜的靜密風華 很難不被他特殊的景致 所吸引 適合來趟緩慢的小旅行 這一座就是很有名的基隆山 那為什麼叫基隆山 因為古代大陸鮮明度還來台 他就會在海上看到一座 獨立型的山 又有點像富士山的形狀 所以他是橫看成嶺 側成峰 所以只要你從海上的任何一個角度 包括你從台北的101 看過來 它就是一座基隆山 瞭起金瓜石的風景 就滔滔不絕的吳前鎮 這裡的人都稱它為阿鎮 吳家五代居住在這裡 金瓜石在過去 曾因為開採金礦 而與九份繁華一時 但也隨著礦產枯竭而迅速的沒落 這個叫通往六坑的斜坡鎖道 那我記得我小時候 大概在民國60年的時候 我都還做過這樣的斜坡鎖道 然後從上面這樣一路往下 看這樣子的風景非常的美 這個鎖道如果可以恢復的話 是所有礦山的人的共同的夢想 小時候的回憶彷彿立立在目 吳前鎮退伍之後 在台北從事服飾業 隨著競爭者增加 他意識到服飾店進入門檻低 但不容易做出特色 剛好金瓜石家鄉有一棟別墅 見到一半要轉賣 讓他決定提早回歸田園生活 那時候就是心細著想說 怎麼樣可以回來 因為爸爸媽媽也在山上 然後再來其實我對自然的環境 對旅遊餐飲是比較有興趣 這樣子的工作可以讓我回到 我比較感覺幸福的地方 因為每個人對幸福的定義不一樣 那我覺得說 我的幸福不在城市 我的幸福應該是要在一個 像金瓜石這樣的地方 有山 有水 有花 有鳥 這裡就是可以看到 金瓜石的天空 然後好天氣就是藍天白雲 而且今天剛好是藍天 對 然後可以看到整個 金瓜石聚落的夜景 然後另外這邊 就可以看到陰陽海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漁船在這個地方 回想起二十多年前 民宿尚未立法 吳前鎮就像領頭羊 憑著一股熱忱 執著地往前衝 後來才發現說 這邊的土地也不是我們的房子 也沒有合法 然後包括那時候也還沒有民宿管理辦法 所以遇到很多的困難 金瓜石的土地屬於國有 所以買房子不能貸款 要全部現金 這對一個年輕人來說 是很不容易的 於是吳前鎮跟家裡借款 前後投入大約一千五百萬元 二姐也回家幫忙 親自下廚 她的重點是 等一下那個鹹蛋 要先下去炒過 要把鹹蛋炒出 味道炒出來 然後才可以放那個羞羹 我們的鹹蛋炒那個杏鮑菇 炒起來也很好吃 後來我覺得鹹蛋給它炒那個羞羹 好吃 邊炒的菜邊橫割的二姐吳立軍 謙虛地說 其實他做的只是一般家常料理 回想起當初阿正開民宿 那真的是水裡來火裡去的日子 因為阿正他一個人沒辦法做 因為我們以前真的超級大 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是超累 真的是超累 剛開始我們第一家 就從沒有一直做到有 然後就只好靠自己 因為我們當初沒有所謂的 政府資源哪有 以前怎麼可能有資源 為了支持阿正開民宿的夢想 二姐傳承了媽媽的好手藝 負責民宿的五菜單料理 為什麼叫珍珠菜 它開花的時候 像一串珍珠 白白的珍珠 後來我才發現原來它叫珍珠菜 我們這裡的人叫角菜 其實它那個菜本來就很好吃 然後爆一點香呢 感覺就更油嫩油嫩 加紅麴 那我們現在弄一個秘密武器 這個是我們最佳的秘密武器 什麼 葡萄酒 為什麼要加葡萄酒 它有它的香濃 然後你等燉出來以後 你就會發現真的很好吃 因為這個豬腳是我們在地人 尤其是礦山 那個豬腳感覺很好吃 所以基本上 吃的老花都要吃豬腳 吃豬腳 因為我們在地人 會自己做這個紅麴 他們都覺得吃起來很爽口 所以我就把它做一個紅麴豬腳 油亮的豬腳滷得軟爛 加入健康養生紅麴 讓人忍不住多爬好幾碗飯 當季限定的珍珠菜營養價值高 有種特殊的香氣 清炒或是煮湯都好吃 獨特的鹹蛋小卷Q彈有嚼勁 是下酒菜的最佳選擇 除了無菜單料理 民宿還提供具有當地特色的下午茶 其中一個比較特別的是黃金蝦球 那因為我們金掛石早期有在採礦的關係 那以前的礦工啊 他們想說要增加自己的收入 就會偷偷的把這個小金子小金塊 夾帶出礦可能增加自己的收入 那他們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把這個金塊吞到肚子裡面 那我們這裡就用蝦球象征的這個金塊黃金 那這個糯米紙搭配象征的這個紙 然後把它包起來 讓大家感受一下場景的這個感覺 金花石是一個非常緩慢悠閒的地方 然後它也是我的人生的一個避難所 當我在台北打拼得非常辛苦的時候 我回到金花石就會感覺到 好像回到母親的懷裡一樣 那樣的平靜安穩 建議不管是遊客 或者是一些喜歡旅行的旅行家 至少安排三天兩夜 來到這個山城聚落 享受它的寧靜 享受它的緩慢 它的悠閒 它的美麗 好 走 今天水比較大 水比較大 水比較大 水比較多 因為下過雨的水浸橋 這整個地方叫三層橋 那為什麼會有這三層橋 這個步道橋 所有的產業都需要很大量的用水 那礦業也一樣 所以當初為了收集 所有的溪的溪水 就造了這個水浸橋 把所有的野溪的水 都引到礦場去利用 然後另外中間這個水泥橋 是大概民國五十年的時候 為了便於行走 所以才又造了這座水泥的這個步道橋 放鬆心情 放慢腳步 走在金瓜石的林間步道 彷彿坐湧在充滿大自然的小鎮中 這些年吳前鎮帶著大家 發現家鄉的美麗 不管白天黑夜 都有不同的魅力 看著夕陽余灰 金黃色的光芒灑落小鎮 就像到不近無數淒美的故事 值得細細品味 晚上山城裡的燈火 與遠處漁川燈火相互揮映 夜裡的金瓜石 既溫暖又神秘 我們現在這個位置 剛好在浪漫公路的浪漫灣上面 那在浪漫公路 我們就可以看到整個金瓜石的夜景 大部分的人 都會在黃金博物館 插烏山下那一邊 所以我們從浪漫灣看過去 就可以看到整個插烏山下 整個金瓜石的黃金聚落 一轉眼 吳前鎮回到故鄉已經二十多年 為了維持這塊好山好水 他從一個原本只是想要回家的金瓜石孩子 成為文史的研究工作者 除了對當地文史加以紀錄整理 他還出來選里長 一做就是五屆 帶著李明主動維護當地的生態和環境 這是我們的花園 你們在台北有花園嗎 沒有 我們這裡有自己的花園 這是你們的那個 對 這是我們的自己打造的花園 這個是原生的水柳 還有種油桐花 所以以後進來 它就會變成一個森林 大石頭還有花園 來 我帶你們去看一個瀑布 來 下面還有一個瀑布 今天的瀑布很漂亮喔 然後這裡面還有很多魚 那這個地方為什麼叫石頭公園 你看這邊就有很多很多的大石頭 那這是我們小時候玩耍的地方 我們都到河邊玩水 然後後來慢慢長大之後 就發現這整個都被雜草 雜樹都蓋住了 所以我們才在想說 包括跟社區 包括孝大哥跟陳叔叔 他們就想說再把它整理出來 讓很多的人可以來體驗這個 一個小小的石頭公園 那我們就把它取名叫實在幸福 蕭黃林的家 就在石頭公園的旁邊 他是最後一代煤礦的員工 對於家鄉 也有割捨不下的情感 我很珍惜我們能夠住在這個地方 包括我是比較熱愛攝影 互相這個地方 我也差不多盡量地把它走遍了以後 能夠把很美的地方把它留下來的話 就盡量把它留下來 如果你在這裡生活 就算沒有客人你也覺得很讚啊 你才有時間可以享受所有嘛 那當你有客人的時候就是 你用幸福再創造經濟 你如果把幸福傳遞給來的人 然後如何讓他感覺幸福 所以我們在講 好的民宿已經不在賣房間 他是在賣一種幸福的環境感覺 結合民宿和在地的特色 胡前鎮想要打造礦山的幸福經濟 如何讓更多的人回到家鄉 也讓外地的遊客 可以在這裡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